贺君祥 贺君祥是什么人 演了那么多年的偶像剧 人家能把生活过成偶像剧 大家知道吗 贺君祥 他跟他十几年前的初恋 居然结婚了 结 啊什么 这有什么好羡慕的 有什么好羡慕的 那么多年 什么绯闻都没有 你太无聊了吧 让我们掌声欢迎 超级无聊的贺君祥 你太无聊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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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没有绯闻的贺君祥 前段时间有人传言我出轨 虽然不是真的 但那一刻 我希望自己也能够 有马叔这样的好朋友 我们可以一起互相支持 我宣布 从这一刻起 你的脸 由我来守护 马叔 作为演员 刚出道就是女主角 很成功 之后就定下目标 绝对不演女配角 然后马叔就在家里等戏 这一等 就是四年 从02年到06年 整整四年 了解你的知道你在等戏 不了解的 还以为你在家里备战世界杯呢 最近马叔被打过脸之后 又沉寂了两年 是不好意思出来吗 哦不 他是在备战今年的奥运会 到时候去给所有裁判上课 没有证据 不要瞎说 好美涵哦 嗯 容祖儿 香港流行小天后 单身了之后 大家都在想 她怎么找不到好男朋友 很难讲啊 你看我 已经有初恋了 那其他的好男人呢 啊 都在萧尔萱那里 容祖儿还在节目上 献上征婚 这个方法太老套了 唱歌我不懂 但谈恋爱我还是很懂的 以我的经验 假如你遇到新衣的男生 你可以撞翻他的文件夹啊 把奶茶撒在他身上啊 在他面前摔倒啊 啊 摔倒不行 你现在这个年纪 已经没有人敢服了 上次有个年轻人不懂事 去服小亚轩 当时就被讹上了 刘晓光老师 亚洲舞王 我听说你演过乡村爱情故事 嗯 但我没看过 听名字还以为是偶像剧 但剧情却不大一样 别的偶像剧都是 但是小姐 我能请你跳支舞吗 刘晓光老师的偶像剧 小姐 我能请你看我跳支舞吗 哈哈哈哈哈哈 我第一次见到小亚轩 是因为去演她MV的男主角 当时我很年轻嘛 也还蛮帅的 结果拍完MV之后 就让我回家了 我说 就这样结束了 不用我送你吗 小亚轩说 不用了 我说那你送送我啊 小亚轩就 我车坐不下 我先走 我开车去了 小亚轩的资产虽然很多 但还是很努力的在赚钱 一四年的时候 凭借着六十五场上演 成为台湾艺人收入榜的第三名 有人问她 你都有这么多资产了 干嘛还要这么努力 小亚轩说 你不懂 谈恋爱太费钱了 你不理财 年轻人才不理你 都说小亚轩经常陷入感情 不顾事业 但她拼搏事业 不就是为了陷入感情吗 小亚轩为了接触小鲜肉 疯狂录歌拍MV 有的时候没有歌 也要先拍MV 还跟工作人员说 歌没了可以再写 演员再不拍可就老了 听说新男友黄浩就是她MV的男主角 也不知道是先有的歌 还是先有的黄浩 小亚轩跟前任分手 还可以做朋友 很会处理人际关系 尤其是跟十几个人同时做朋友 很难的 逢年过节还要走动走动 差点就没时间唱歌了 每次小亚轩谈了新的男朋友 都说她怎么那么简单 就能最后找到帅哥男友 其实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啊 也许人家背地里努力了一百次 才成功一次 所以不要怎么羡慕她 恋爱宝典多看一看 偶像剧多看一看 只要你们也拥有 小亚轩的毅力和精神 以及她的资产 你们也能拥有像她一样的爱情 谢谢大家 我是何俊翔 谢谢我们 谢谢大家 是 贺俊翔 我也说你一下 你整个的表演 我先不说说得怎么样 你和肖亚轩 没来演去的 好像还很熟练 下场的时候 怎么还有拍拍打打的动作 还有男朋友 你和初恋已经结婚了 接下来我们 了解完了台湾偶像之后 了解一下我们东北偶像 东北F4之一的 刘晓光 赵森 四哥 四哥 坐坐 我给你多拖不两句 大家知不知道 刘晓光也演过偶像剧 知道 知道 不可能 发戏啊 但是按照四哥的这个外形啊 他演偶像剧 肯定比贺君祥早出场 为什么 任何的男主角在出场之前 是不是得有个混混 那个混混干什么 抢劫啊 骚扰女主角啊 男主角这会儿出来的 才合情合理嘛 所以贺君祥的剧叫什么 恶魔在身边 有请真正的恶魔 四哥 赵四 刘晓光 大家好 我叫刘晓光 刘晓光 刘晓光那个 好像没怎么印出来呀 我叫刘晓光 也就是乡村爱情造势的扮演者 零 零 灵魂的舞者 亚洲气质舞王 尼武拉斯 你四哥 为什么说些心里话 今年早上 我从象牙山往这儿来的时候 你看你还不信